历史上真实的八大猛将,没有一个虚构的人物,各个武力之爆表,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将,直到今天还是著名的IP,频频出现在各个影视剧中,然而有些剧中的人物只是了剧情的发展而杜撰出来的,比如李源霸,抡起八百斤重的武器是非常人所能,李源霸这个人物被吹嘘得太夸张了。 不过正史上的确有众多猛将,没有一个是虚构的人物,这里列举八个,各个都货真价实,战斗力爆表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项羽 能被称为西楚霸王,项羽绝对当之无愧,清朝作家李婉芳曾评论项羽,羽之神勇,千古无二。 项羽不仅仅是位出色的武将,还是有思想有见识的军事家,政治家,他是将门之后,楚国名将项燕是他的爷爷,项羽和汉军作战时,就算遭到汉军的三军围攻,仍然能以一敌百,斩杀数十人,而自己的部队才损失两旗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城之战。 当然了,项羽的英勇战绩还有很多,例如在巨鹿之战中,项羽率五万储君,战胜四十万秦军,敌军阵亡半数。 还有鹏城之战,项羽率领三万储君,击溃了五十六万汉军,歼灭刘邦主力,一直以来,项羽为人诟病的地方都不是他的战斗力,而是他的性格,项羽生性多疑,却对朋友仁义,这样的矛盾导致了他的悲剧,即使万夫不当,也只能败于刘邦手下,秦尔是暴政, 项羽随叔父项羽起兵,亲自率兵马于巨鹿破釜沉舟,血战秦军,大败其主力,处汉争霸时,项羽仅用三万储君,就击败了刘邦号称五十万的诸侯君,掳走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,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项羽受伤还能以意抵败。 霍去并同样也是将门出身的霍去并,十八岁就被汉五弟封为飘摇校尉,令他深入大漠攻打匈奴,霍去并带了八百骑兵,就冲进大漠战胜归来,封为冠军侯,十九岁升任票挤将军,霍去并成功指挥河西之战,歼灭,俘虏近十万匈奴人,拿下了麒连山,后来霍去并又与舅舅魏清,一同出征末北, 又兼匈奴七万多人,追到狼居须山,祭拜天帝,经此一战,匈奴再不敢轻易骚扰大汉,霍去并再升为大司马票级大将军,跟魏清一起管理军政,汉五弟认为霍去并是个军事天才,对他为西汉歼灭匈奴,抱有很大希望,霍去并并没有让汉五弟失望,他和舅舅各自率领五万精锐,兼敌七万余人,彻底消除匈奴主力,可惜霍去并为西汉除掉匈奴,自己功成名就, 却英年早逝,二十四岁就匆匆告别这个世界,关羽,三国时期有很多将帅人才,但关羽绝对是排名第一的那个,袁绍部将颜良,是个很有威名的将军,但在关渡之战中,关羽在万人之中斩杀颜良,被曹操封为汉寿庭侯,曹操手下名将众多,从不缺乏人才,但他偏偏对关羽情有独钟,无论花多少钱,只要能留下关羽,他都愿意,虽然关羽结局不好,但在孙权的围追赌结, 他身边仅剩十多个人,依然坚持了很长时间才被抓,秦琼,秦琼自书宝,也是小有名气,凭借一手技艺精湛的长枪一生,参战无数, 为守护隋唐的天下,立下汉马功劳,可谓是隋唐的第一大将军,能列入灵燕阁二十四功臣,秦琼的战功一点水分都没有,说起秦琼的事迹,最著名的要算是他与玉吃静德之间的战争,那是武德年间,李唐的队伍与刘武周在山中对峙,始终不见胜负,为了分个胜负出来,双方分别派出队伍中最厉害的武将来决一胜负,也就是秦琼与玉吃静德, 关于这场传奇事迹,史书上都有记载,秦书宝大破欲吃静德,取得了胜利,随后隋唐的军队势如破竹,这与秦琼的高超武艺脱不了干系。 李世民在还是秦王的时候,便是个战无不胜的存在,能取得那么大成绩,首先跟李世民的学识有关,同时,他也全靠手下这些大将们的支持,早年在里面麾下,秦琼就曾拼死将他从宇文化及大军中救出,投靠李世民后,因为他的英勇事迹, 李世民一来就对他十分礼遇,参与玄武门事变,秦琼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,被李世民封为左武卫大将军李存孝,李存孝从小力大无穷,河东节度时李克用他之后发现了他的长处,便收他为义子悉心培养。 李存孝其设功夫了得,随李克用出征,从不会战败而归,是众人口中的长胜将军,本来前途一片大好,可他与兄弟李存孝争宠,背叛李克用。 尽管如此,李克用都舍不得杀他,可由于众将领极度理存孝,无人为他求情,他被判车列执行后,硬是拽着绳索,让马无法拉动车,他死后,李克用难过地哭了好久。 薛仁贵,薛仁贵是唐忠名将,他的祖上世代为官,可惜父亲早逝,以至家道中落,薛仁贵的少年时期过得很贫寒,后来在妻子的劝说下应征入伍,踏上军旅。 薛仁贵虽然勇猛,但刚开始只是个无名小卒,在李世民亲征高丽的时候,唐军被围情况紧急,只有薛仁贵一人单枪匹马,大鹤向前,有效地震慑了高丽军,于是唐军趁此机会一举向前,大破高丽, 一身白衣的新兵薛仁贵在此战中展露头角。 李世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爱才明军,战后立马打听这个白衣士兵,薛仁贵也因此得到了李世民的赏识,和李世民打下江山的将领很多,但随着李世民慢慢变老,他的将领们也渐渐退了下来,薛仁贵成为了李世民眼中最重要的将才,被封为右领军中狼将,李世民去世后,李治即位,薛仁贵继续为李治效力, 薛仁贵最出名的事迹应该要数三剑顶天山,他的剑有多厉害,一剑可以穿五甲攻打天山的时候,敌人准备充分,但薛仁贵临时射出三剑,射死三人,直接把敌军威慑住了,纷纷下马投降,气势上就已经输了,所以唐军拿下天山轻而易举,之后,薛仁贵更是参与了灭亡高丽的战争,简直是高丽的克星, 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,还在带兵攻打突厥,突厥人一听是薛仁贵带兵,扭头就跑,其实,薛仁贵参军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,算是大气晚成,但他用事实证明了,不管在哪个年纪,人生都有无限可能,争冠末年,薛仁贵参军征讨高丽,因军功被李世民提拔,从此,薛仁贵在沙场征战数十年,打败了高丽和突厥, 他曾创下三剑射死敌方首领的奇迹,其余敌人一看傻眼,立刻跳下马跪地求饶,李志有回出巡遇到山洪,处境危险,又是薛仁贵貌似进攻传递消息,才救了李志一命,李志将自己的御马赐予薛仁贵以示嘉奖,燃敏,燃敏家族,世代为衙门将,被后召皇帝石虎俘虏后,收为养子,改名石瞻,此人是个狠人,在羽翼未封时,对石虎表现得忠心耿耿, 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,深得石虎之心,手中有了权势之后,他开始抱五湖乱华的血海深仇,屠杀石虎子孙,解救被湖人奴役的汉人,以牙还牙,用残忍的手段杀掉约百万湖人,改为圆敏,燃敏是汉人,但幼年被俘,成为后召五弟石虎的养孙,从小得到石虎的宠爱和悉心栽培,很自然的,燃敏长成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,禁书《卷一百七载卷》第七中记载, 燃敏尽重而战,大败险军,追奔急于阳亭,斩首三万余计,险聚,密实请降,求杀敌为孝,敏镇旅而归,由此可见,燃敏的勇猛,连敌人都为之恐惧,还有在昌黎之战中,其他人率领的军队都战败了,只有石虎的军队毫发无伤, 但燃敏因为功高震主,下场并不好,十尊继位后,一直对战功赫赫的燃敏非常忌惮,屡屡设计害他,燃敏忍无可忍后决定反杀,并自立为帝,燃敏建立燃位后,与前焉交火不断,虽然他个人武力之高,但始终敌不过对方人数众多,因此最后兵败被俘, 长玉春,长玉春少时学过武术,原末是个乱世,长玉春便凭着自己的拳头混饭吃,不过在意识到,不能一辈子靠打架结舌过活时,长玉春毅然追随朱元璋,朱元璋手下的开国功臣与大将,但部分都没能逃过兔子狗篷的下场,连蓝玉都惨遭朱元璋包庇之行,但长玉春却能独善其身,朱元璋建立明朝,长玉春的功劳不少,曾被朱元璋评价,开拓之功, 长玉春战十之七八,可见朱元璋对长玉春有多看重,而且朱元璋为人狠辣,滥杀功臣,可是长玉春的结局却很好。 长玉春死后不仅被封王,朱元璋还命画师为长玉春画一张身穿龙袍的画像,可见长玉春不仅会打仗,还很会做人,他在红金军时期就依附了朱元璋,常常为大军前锋,杀敌无数,军中送他一个称号叫长十万,就是形容他领军作战的本事, 长玉春很受朱元璋后代,在朝中位置太子少保,爵位恶国公,他死后被追封开平王,并获赐嗜好,想太妙地殊荣。 casa,说得优惊他绝 Person教室归 和冷击物理由 Like,伙וה。 感谢。 旔桀余主。